接着来看到花莲市长魏佳贤买书做公益 在今天一早是专车南下到玉里镇天主堂 亲自向神父刘一峰购买台湾东海岸的法国牧者一书 将要分赠给这个市公所客室主管 以及市区各级学校的图书馆 而刘一峰神父呢也特别赠送市长签名书来表达祝福感谢 驱车百里 花莲市长魏佳贤来到南区玉里镇天主堂 亲自向神父刘一峰购买他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共同编著的台湾东海岸的法国牧者一书 市长魏佳贤如好学的小学生一般坐在一旁 仔细聆听神父刘一峰盖属书中每一位牧者 也是他的同事的故事 两人互动热络 这一本以天主教巴黎外方教会 来台传教服务的牧者为主角 共同编著的台湾东海岸的法国牧者一书 收录了17名神父在台湾的故事 市长魏佳贤以公益构书 把牧者对台湾无私奉献的爱 借着阅读分享传递爱 希望能够用一些小小的回馈 除了来资助我们安德之外 也可以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过去这些 我们伟大的人来到这片土地所付出的一切 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取他们过去对土地上的奉献 然后永远的怀念他们 感谢他们 我想国际之间都是友人 国际之间都是好朋友 我们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也要协助国际之间的友人 然后让每一个贫困的地区都能够发展起来 公益构书传递关爱 市长魏嘉贤也将购买的书分赠给施工所客室主管 以及市区各级学校图书馆 也借着这一次公益构书 也能尽绵薄之力帮助神父刘一峰 照顾关怀更多的社会弱势 神父刘一峰相当赶配市长的爱心公益 回赠市长签名书感谢并祝福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市长 来到来临我们玉利贴上这本书 实际上在玉利的发布神父那时候有不少 国际市长魏嘉贤不远千里来 当面向神父刘一峰购书做公益 曾在南区服务的市长魏嘉贤 要传递牧者们的无私大爱 全力向亲朋好友企业团体来打外宣 誓言要和神父一起照顾台湾的社会弱势 记者是玉兰玉里财房报导